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大家如果有看前兩集的話會發現 我其實大家家做的練習不是很多 那是因為呢 我們的練習要從這一節課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個人沒有很習慣和很欣賞 就是去套用等差數列基本公式 我們前面介紹過這個 AN4A1加N-1個D 或者說AN4AM乘上N-M個D 那其實當然這個公式是對的 而且我們要了解 然後我們要習慣之後要把它轉化 在前面的課程裡面我提到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等差數列跟等差級數呢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 用A1和D所構成的A1和D 之二元一次的問題 或者說把它當成是一次函數的問題 我們來試試看以下這個例子 如果A2是5而A5是1-1的話 請問A3加A4加A8加A13 如果我們上一堂課上完之後 大家有練習 或者說其實如果你已經是在複習的階段 看這樣子的影片 那你可能會仔細去想想看說 是不是等差中向 A2是5A5是-12 好像沒有關係 對不對你會發現好像不是等差中向什麼的 那傳統的做法 傳統上學生會怎麼做 或者老師會怎麼做呢 他會說A5跟A2差三個公差 所以5-2是3對不對 差三個公差 那差三個公差 他差多少呢 -1-5是-1-1-2 所以其實一個D他是-1-1-1-3 所以是-1-6 你就發現哇 數字好吵對不對 而且其實這樣子的思考過程 第一個學生不見得會做完 第二個學生去我們前面提過 你把算式拆得零零碎碎的話 很容易學生會有一個錯誤的地方 就是說他會忍不住要用大的減小的 所以他會想說那是不是用5去減-1-2 還是應該是5 怎麼樣 就很麻煩 就很容易錯 然後學生就會覺得這題很難 可是其實如果像我們剛剛說 你把它視為是A1和D的二元一次方成4的話 A2本身是A1加一個D 這是5 A5本身是A1加上4個D 這是-1-1-2-1-2-1-1-2-3-2-2-1-3-1-1-2-3-2-2-3-3-3-2-3-3-6-1-6-3-6-7-5-7-1-5-6-5-4-5-2-8-5-5-6-6-1-6-5-7-6-4-6-8- Rem-6-7-6-7-6-8-6-5-6- A1和D的二元一次呢 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去思考 到底现在有几个A1和几个D 有几个手向和几个公差 一个手向和一个公差合起来是5 一个手向四个公差合起来是-1分之1 加减消去法 三个公差是他减他是-1分之1 其实这个计算过程跟这个计算过程是没有差的 只是怎么样 这边的写法有条理多 你就了解自己在干嘛 这一步这一步到这一步就逻辑上就清楚 所以我都会比较建议这样去想 而不是这样零零碎碎的 虽减2-5-1分之1减多少 尤其我又出复数尤其我又出分数 你就会发现学生他很不好处理这样子的东西 那不如把他用二元一次来思考 那你只要在教的时候不要把公式教死 你自己在讲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说他只是A1加4D 你可以说A1加4个公差 第五项就是第一项多4个公差 你可以这样子去讲 就不会让这一件事情变成只是公式罢了 那这样学起来就会灵活很多 所以算出来公差是 而首相是 搬过去 5再去加上11-21-21 那所以你看我们最后来求A1A A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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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 对不对 四项感觉起来 如果传统上的做法 我这里解出D 解出首相 我是不是要先求A3 求A4 求A8 求A13 但是现在呢 其实不需要 我写到这里来 我刚才讲到一个关键 如果你们有笔记的话 也把它抄起来 我们再解这个等差数列等差级数是A1和D的二元一次嘛 也就是到底现在有几个A1 几个D 如果你已经对于捕捉几个D这件事情 稍微的有这个心算能力的话 A3几个D 其实就是N-1 对不对 所以A3就是两个公差 他比首相多两个公差 所以A3里面有两个D A4里面有三个D A8里面有7个D A13里面有12个D 对不对 所以他是2加3加7加12 5加7 12加12 24个 24个可以吗 那然后有几个A1 其实就是你有几个就是有几个A1 对不对 因为每一项里面都只有一个A1 所以有4个A1加24个D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 对不对 如果你还不熟的话呢 如果你还不熟的话 如果你发现学生还不熟的话 那A3是A1加2D A4是A1加3D 第8项比第一项多了7个公差 因为你要加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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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第8项 对不对 然后第13项是第一项多12个公差 这样子 于是我们刚才说 这个 首相是21分之21 首相是21分之21 所以乘以4 加上24乘以负的21分之21 所以是42加上约掉减掉减掉 12乘以11是12 12132 所以是负到90 如果你算说不好 对吗 那这是我们来示范 去思考几个A1和几个D 但不过在这样子的问题里面 我们都还进一步的去使用另外一种想法 其实我也不一定要用A1当首相 对不对 我也可以用A2来当基准 你不要说首相 因为首相就是A1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把A2当成是思考的基准 我们刚才是说 这个是A1加2D 这是A1加3D A1加7D 这是A1加12D 那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来说 一样是3,4,8,13 我去思考有几个A2有几个D呢 那一样四相就有四个A2 对不对 那这样子有几个D 刚才A1的话他是少一个 就是3-1是2 现在A2所以他其实是比第二相 第三相比第二相多一个公差 所以这里有一个 第四相比第二相多 两个公差 你会发现他就是这个数字-2 因为AN就是AM加上N-M个D 对不对 所以其实第八相跟第二相比起来多6个公差 第十三相跟第二相比起来多11个公差 那于是这里加起来20 来直接进来 A2是5 所以4-5 所以4-5-20 加上一个D是-11 他现在有20个 所以是约掉扣110 -90 算起来跟我上面一样 所以答案就是-90 这样就是这一题 可以吗 这样懂吗 我们有两题来练习看看 来 A2 A5 A7是-1 A4 A9 A10 A11是-32 请想想看 那A100是多少 A100是多少 差点跳去下一集 那请问A100是多少 下面这一题 请想想看 如果今天 我有一个数列是A3 A4 A5 A6 OK 他的第一项是原本A3 A4 A5 A6合起来的值 第二项是 A7 A8 A9 A10合起来的值 第三项是 第三项是 A11 A12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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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樣子我這個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一直接下去 其實就是四項四項從A3開始 四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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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合起來 所產生的新數列是不是一個等差數列 想想看這兩個問題 那今天就沒有閒聊了 我們來把這個問題解完 如果你還沒有算出來的話可以按個暫停 第一題A2A5A7第二項第五項第七項合起來是-1 第四九十十一四項合起來是-32 請問第100項是多少這樣子 這個-32有一個符號在前面 那請問第100項是多少來根據剛才的說法 其實這個就是在練習剛才的這個做法 A2A5A7這三項合起來總共有幾個AE呢 總共有三個AE 你用幾項就幾個AE嘛 總共會有幾個D呢 第二項有一個D 所以第五項有四個第五項有四個第七項有六個 合起來有11個 等於-1 下面有四項 四九十十一 所以總共有四個AE 有幾個D呢 A4第四項是AE加三個D嘛 所以它這裡面有三個 這個有八個 這個有九個有十個 所以這裡合起來是27 8加9加10是27加 就是9的三倍嘛 它是等差中項 對不對 那 所以呢前面這裡是三個 所以總共有三十個 這樣是-32 OK 解一元一次方成4 於是呢 我用它減它 我擠在 另一張紙上 於是呢我用它減它 我得到AE加上 19個D 對4 負的三十一 所以AE是 這個 負十九 D 減三十一 所以三個AE是 負五十七 D 減九十三 所以合併起來 負五十七加十一是 負四十六 D 減九十三 一過去加九十三 等於九十二 九十三 減九十二 那於是解出來 D其實是負二 AE其實是負二負三十八 AE其實是七 最後求A100 等於AE加九十九個公差 第100項是第1項再連續加了九十九個公差 所以是七加上九十九個負二 那你就再幫它補一個嘛 所以是這個 所以是這個 把它 把一個負二給它 9加上負200 所以是 負一九一 就這樣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一樣這個問題我們用剛才的這種思考來想一想 三四五六 A3開始 A3 A4 A5 A6四項 有四個AE 有幾個D呢 A3有兩個 A4有三個 A5有四個 A6有五個 加二三四五 加起來有14個 A6影片 A4 這邊 78 90 也一樣有四個AE 有幾個D呢 有6 7 8 9 6 7 8 9 所以有30個 6 7 8 9 6 8 9 對 然後A11、A12、A13、A14加起來 也是4個A1 有10、A11、A12、A13 有46個 那這樣他們有沒有成等差數列呢 你拿這個去減它 你減出來A1會殺掉 會多16個D 你這裡也會多16個D 所以他是不是等差數列 是 我們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我的第一項跟你的第一項 你比我多4個公差 A8跟A4比起來也是差4個公差 第9項第5項也是差4個公差 10跟6也是差4個公差 所以我總共比你多16個公差 同樣道理他也比他多16個公差 這樣子也可以知道他是 好 在今天這堂課我們要多介紹一項知識 應該不能說是知識啦 就是說我們對於在處理等差數列的時候 我們剛才介紹到我們可以把它畫為是由A1 幾個A1和幾個D組合出來的問題 那在這裡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其實你這就相當於是把它畫成一種一次函數或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們都知道A1是A1是A1和不知道幾個D組成的 那是不是就相當於我們在算線性函數的時候 然後Fx也就是這個y它是由我們說畫成這個叫斜距 斜距式它是由B也就是斜距和不知道幾個x組成的 正確來說應該是不知道幾個A 對不對 它是由B和不知道幾個A組成的 然後你隨著這個x的直變它y就會變吧 所以其實等差數列可以視為是一種函數 這個講起來有點抽象不過舉實力就知道了 來 3 5 7 9 11 13 15 那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首相是3公差是2的等差數列 但是既然公差是2是不是我n每多1 y就會多2 y就是這個an的值 n每多1這個an的值就會多2 對不對 a1是3 a2是5 a3是7 a4是9 我的n每多1 這整個函數的值就會多2 就有點像在我們在算這個線性函數的時候 x每加1 y就加2 所以我可以說an它其實是 這個 我n每多1 y就多2 寫成線性函數的時候是不是會寫成2n 就好像你這個f of x x每多1 y就多2 是2x 然後加k 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說k是n等於0的時候的值 可是我們現在第一項是n等於3 所以它n等於0的時候其實還要再扣2 所以它其實是 如果你想像它有第0項的話 它的第0項應該是1 對不對 113579 所以上面這一條 上面這一條 等差數列 其實可以用函數的方式來思考 an其實是2n加1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對 當你n是1的時候是不是2加1 當你n是2的時候是不是4加1 6加1 8加1 a4是2乘4加1 對不對 那我們國中主要沒有要學真的把它拿來當成是 這個叫做一般式 用n來表示它 把它當函數再算 只是在這裡補充這個概念 就是說等差數列其實 它就相當於是一條線性函數裡面 如果我畫這個2n加1 過01 斜率2 它其實就是在這個線性函數裡面 我規定我的x只可以是正整數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點叫13 這個點叫25 這個點叫37 這個點叫49 所以等差數列相當於是線性函數 然後它的x的值值 也就是這個n的值值能夠是正整數 這樣子的結果 那麼我們的公差就相當於是這個線性函數的斜率 當你有這樣子的概念的時候 稍微聽過 你在面對等差數列的問題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我自己在幹嘛 我們剛才說我去思考 它是幾個ae幾個d 其實就是在想說這個 我到底是增加了幾倍斜率 至於我的這個橫軸到底 x到底增加多少 以至於我有多幾倍的斜率 諸如此類的 可以去用這樣子的角度去思考等差數列的問題 在這裡補充給大家 那因此如果你了解這個概念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aN dN項相相當於是這個f of x 也就相當於是a of n 那麼如果今天我有一個 DN項會跟DN項一樣的話呢 等差數列裡面 我如果告訴你a5等於a8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這個數列 這一項竟然會跟這一項一樣 按理說 12345678 全錯了 a4等於a8 按理說你的a4跟你的a8 應該會加四個公差 結果我如果告訴你a4等於a8 那就代表 其實你的公差是0 所以你這每一項都相同 這就有沒有相當於是我們在學這個 在學這個線性函數的時候我們說 如果線型函數裡面我告訴你f of x x的一次函數 然後說f of 3等於f of 4 那這一定是因為你的a根本就是 你的斜率根本就是0 你這根本就是一個常數函數 所以本來你應該是一條斜直線 所以本來你的每個x對上去都有不同的y 你有一條斜直線 所以你的x對上去都有不同的y 可是現在他卻告訴你f of 3會等於f of 4 那一定是因為你根本就是一條水平線 所以你的f of 3跟f of 4才會對應到同一個點 那你整條直線就是這個 如果這個是5的話 你整條直線就是y等於5 所以在這個等差數列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知道第三項跟第八項一樣 那不用說一定是整條都一樣 那但是他一定要是在等差數列的情況下 那如果我們又知道了某一項是0的話會怎麼樣呢 那其實就是某一項是0的話 因為我這個等差數列以下面這個為例 我是不是可以從某一項開始來做基準點 往外一加一減一個公差 加兩個減兩個 加三個減三個 加四個減四個 所以如果等差數列裡面有某一項是0的話 那麼這個等差數列會從0這一項開始對稱 是前後是會互為相反數 這兩個就會是相反數 就差一個負號 差一個負號 有沒有 差一個負號 這樣子 而且我們剛才講過了 這樣這兩個加起來會是 就是他的等差中項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是0 加起來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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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 an等於0的這一項開始 他左右兩邊會對稱差一個負號 而且他如果是對稱同樣多項之後 加起來就都會是0 這個是我們補充給大家 用 凡數的角度來去看他 另外去了解到說如果 an等於am 那麼整條數列的公差其實是0 如果今天他直接告訴你有某一項是0 那整個數列會以他為對稱 好 那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我們下一次會用這一次所教的方法 來去 這個 帶大家檢討之前的作業 作為一個練習 如果我們今天教 就是用 幾個A1幾個D的這個方法 對你來說還有點陌生的話 那請你把握下一次的這個影片 跟著我們一起來去思考幾遍 那我們今天課就先上到這裡